詞曲 李宗盛 謝謝大家今天在這個陽光燦爛的週末 來到Chair Country廣場 那先請教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朋友 可不可以舉手讓我們認識一下 有沒有 好 我們歡迎大家來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對我們這個活動這麼捧場 但是這個活動可以持續舉辦 有兩個主要的單位在補助我們經費 第一個就是我們國庫會的科教處 然後第二個就是中央大學 所以小朋友如果你們今天玩得很愉快 大朋友覺得你有很多的收穫 其實都是因為有這兩個單位的資助 我們才有辦法持續的舉辦這個活動 然後今天我們是請到我自己校內的同仁 我們化學系的謝發坤 謝教授 那謝教授講的東西非常的有時效性 不過這個時效聽起來就是有點 有點悲哀啦 因為我們的食安問題好像已經鬧了很久 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我們都不懂 然後即便我 因為我的這個專長是物理 化學我也不懂啊 那我們如何能夠有一些基本的方法 然後讓我們吃的安全一點 或者是整個這個食品裡頭 到底有哪一些化學的科學元素在裡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謝老師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讓我們多一點知識然後多一點經驗 甚至多一點判斷能力 對於我們吃下去的東西是有一些選擇 所以謝老師今天主要的這些活動都會繞著這個主軸 就是食品類的化學最主要要談這個食安問題 所以我們也想知道為什麼 芝麻油裡面可以沒有芝麻 花生油裡面沒有化身 然後蘋果汁裡面沒有蘋果 可是聞起來卻是蘋果的味道 流程也沒有流程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好那因為已經遲到了 所以我就不能再多說了 我現在就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謝發坤教授 謝謝 謝謝 你要麥克風嗎 你要用這個 耳掛式的還是用手吃的 我用手吃的 那換頁呢 如果要投影片要換頁 我投影片 那我切換一下 對… 好沒有問題 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那個 下個科學講座 所以我今天有點緊張 因為我投影片通常都是跟大朋友講 比如說大學老師啊 或大學的學生 或研究的學生 到高中還可以 那今天呢 可能… 我一直苦思 到底要跟小朋友聽得懂的呢 還是媽媽聽懂 父母親聽得懂的 有什麼事情嗎 那我還是照我的方法去講 我今天講 大概因為我給的時間 大概25分鐘到30分鐘 我盡快 接下來的活動就是 就是動手做 動手做 那我在這邊必須要有這個機會 因為未來小孩子要成長 哪一天也要選田志願 你也要可能當科學家 或者是化學 喔好可愛 對 然後呢 可能媽媽 會問媽媽或爸爸說 化學系好不好 現在的化學系 一天到化學就是不好 對不對 好 為什麼不好呢 所以我前半段 前10分鐘 來跟大家正本經緣 說明 化學 化學到底是什麼東西 欸 我的頭影片呢 還沒先 對 先換一下 好 那我大概是講的 第二部分呢 我講最近的食安的問題 食安問題說實在 你問我 我覺得也是無解 只是說 很多不法三人 利用化學知識 來變化出來 一些怎麼樣 即便我們的味覺啊 或者是我們視覺感官的東西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 當然我們 希望能夠從小培育一些化學知識 那以後就可能避免這些 過度的什麼化學的 藥物啊 或化學色素的污染 那我們前半段呢 大部分會講給各家長聽的 如果小朋友聽得懂 你就 就聽 聽不懂呢 我就這樣口語化 德語化一下 那什麼是化學 什麼是化學 弟弟你覺得化學 你有了解嗎 什麼是化學 不知道 對對對 我們與生俱來 都跟化學脫離不了關係 我會站在這邊 也是因為化學反應 爸爸媽媽的化學反應 我站在這邊 好 那什麼是化學 長期以來呢 各位家長一定認為 化學是這個東西 好 有害的東西 今天小朋友到 市場說 哇 我買到好多化學的東西 回去會給媽媽媽媽 一定會 給爸爸媽媽 一定會 所以長期的 人家對化學有一個偏見 因為很多很多的家長 完全不瞭解化學做什麼 在我們 在我們這些什麼樣 選年紀來的一些學生 其實都是 靠自己的分數來去填那個 所以我現在趁這個機會 跟各位家長介紹一下 什麼是化學 化學幣不是這樣子 化學呢 最近還有一些史安的問題 他想說 就像剛好我們提到的一個問題 你有什麼農藥啊 或者是有什麼色素的東西啊 其實呢 色素以前都來自於天然 像我們吃的東西 其實是來自於天然 但是為了節省成本 好多問題 還有這一層這樣 我不是巧生 我不是在美國當了太久 我是講話口音都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還有一個弟弟不要問我 為什麼學化學 頭髮都很少 這是遺傳 這是遺傳 我們那個 另外一個講師 我學弟 他頭髮蠻多的 好 所以呢 所以等一下這些問題都問 然後這些就是 因為我們要成本考量 所以說會有一些人工的添加劑 所以我們化學家 傾向不用於什麼叫化學食品 或者是什麼 我們其實就是人為加工食品 不要有化學這兩個字 其實化學背很多的污名 那化學其實是什麼樣 其實就像各位家長 或各位學生 各位小朋友看著我 你們現在無時無刻就是化學反應 化學如果比較 比較怎麼樣 比較什麼 比較科學的定義呢 它其實是怎麼樣 它就是分子 現在看到我 你有沒有在呼吸 有吧 你呼吸的氧氣 氧氣就是化學分子 那如果比較前行一種 化學的生活 為什麼 你舉凡開始 有呼吸啊 開始活動 那其實是化學 我這邊有去跳 跳很快 因為我時間不足 那化學的重要性是怎麼樣 因為 這個其實 這個是 小朋友可能知道 君子物本本地的道生是什麼 就是說我要跟各位家長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化學重要性 就是說 你們可能遇到一些小孩子 會選田智越 或走哪一行 對不對 但是化學跟物理呢 是一個科學根本 科學根本 所以化學重要性 非常非常重要 我看有些小孩子 不耐煩了 都講個笑話給你聽 好 我剛剛笑話已經講完了 好 對不對 我們化學家還會跳舞 好 會打舞 那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基本功好 譬如說 你會舞術的話 你就會上面 像 上面大哥哥 什麼 舞靈拳啊 少靈拳都會打 而且還會跳舞 所以 化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化學學得好 你化學學得好 就像 你會跳舞一樣 你只要基本舞 不會 什麼舞都會跳 所以化學重要性 就是這樣子 科學 我盡量臨場反應 化學呢 九分這個學問 譬如你別看煙火 煙火是什麼呢 煙火其實是 其實是一個 一些燃燒離死的反應 所以五花八門之一 煙火其實就是 我們所謂歸納無際化學 還有什麼有際化學 有生命的東西 譬如說你在呼吸 你自己有生命體 全都是有機化學 這是很細膚的 聽得懂就好 聽不懂就把化過去 好 這就是我們常識的藥品 也是屬於化學 合成出來的 就屬於有機化學 然後呢 這是我們常常 每天早上蹲著馬桶 其實那是化學 好 那化學 化學家做出來的 好 還有這個東西 是非常熱門的 我們化學裡面有一個 最重要的叫分析化學 就是今天底下第一個實驗 分析化學是什麼 譬如說哪一個東西 這裡面到底什麼成分 我們就用化學的儀器 最近有SGS這些東西 就是分析化學 譬如你看到五顏右色 你也許你看到的是黑色 其實你分析以後呢 它可能是五花八成的顏色 等一下那個官導師 會帶來我們做實驗 做實驗 那就可以知道 黑色裡面不見得純粹是黑色 那我們怎麼把這東西抽離出來 就像你們小時候 可能在什麼混合物啊 什麼 譬如說混在一起 譬如說班上很多學生 要分男女 男生跟女生怎麼分開來 譬如說 這液體裡面什麼毒素 要把它分開 所以分析化學 最近非常變認真 因為食安的問題 我家下半部會講食安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生物化學 因為本身生物化學出身的 我本身生物化學 我大學是念化學系 然後後來去美國念生化 生化這一部分 如果各位大家長 或者是比較年長的學生 小朋友 你有興趣 那你可能現在是我們這個客家中心 或者化學系有辦這些東西的話 你就來參與 這邊就不再多說了 那為什麼要選擇化學 日常生活中 第一個 這位家長的指導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家長準備早餐很煩惱 就像我媽媽 常常準備我妹妹的那些 她孫子的那個什麼 那些什麼早晨一天大午 煩惱的大食 那我給大家建議 其實呢 澱粉很重要 澱粉很重要 為什麼呢 澱粉裡面很多葡萄糖 葡萄糖70%是供你腦部的 所以讓讓小孩子能夠什麼樣 又會念書又會吃飯 然後又不會胖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要多吃糖類 因為糖類最主要是供給 我們腦部的70%的能量 好 70%的能量 所以每天一定要吃飯 弟弟知道嗎 要吃飯 好 那要吃飯的時候呢 那你要吃飯 如果他吃飯不動腦筋 他就會變胖 所以你看你小孩子 吃了飯以後就變胖 表示他不讀書 沒有動腦筋 好 所以呢 譬如說你想要吃飯 吃了飯以後要多去讀書 那你就不會變胖了 不會變 不會再其他 你這小胖子 小胖妹小胖弟 好小胖妹 好 不要聽到 只玩 打那個什麼 iPad 或者是什麼打電 什麼之類的 打怪是嗎 不好意思 有點那個 打怪物 對對對 打怪物 對 沒錯 對 那這個東西 離你們太遙遠 我們都不講 就說 告訴你說 人類會變老的過程中 是符合化學反應 所以我們不要違背化學反應 就會讓它自然的變老 但是我們可以有辦法讓它 怎麼樣 延緩老化 慢一點 好 這個可能就沒有時間講 那另外一個呢 這就是我們教育蛋白就是我們皮膚底下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給家長聽了 那這個家長也不太願意聽 因為學化學的人很容易談戀愛 為什麼呢 因為他知道男女吸引之間是彼此散發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肺洛蒙 好肺洛蒙 以後弟弟你要談戀愛是在找我 我在告訴你為什麼 你就散發出一個男性的魅力去吸引什麼女生 這就不是講 這給高聰真聽了 他帶給人聽了 這家長不願意聽到這一塊 那我們就跳過去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化學家貢獻 我們不要一直認為我們負面 化學家最近H7N9 H7N9 這個東西其實有化學家就開發出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叫做什麼樣 叫做Temiflu 中文翻譯叫做客流感 好客流感 就是化學家發明的 所以化學家對我們這塊地球是非常有貢獻的 然後史安的問題 你要化一點 就是說你了解化學你就知道 什麼萊特多巴胺是幹什麼的 那到底是萊特多巴胺是到底沒有那個 但是我現在不下定義 聽完之後呢 再問我一些問題 是化學的重要性 但是就是常常人能用化學的嘗試 來什麼樣 來做一些FIFA勾當 我常常跟系上老師學生開玩笑 好歹 好歹 我們最後還有一批條都可以做 如果大家混不下去了 可以做毒品 好 那我來發一看 那各位家很想要知道說 我們到底 我們小孩子念化學有沒有出入 我在這邊有沒有出入弟弟 弟弟好可愛 沒有出入 對對對沒有出入 對對對 我們讀化學都不好 好這個這個不講 好就是我們中央大學化學是出入 這前面前半不是給 好 給那個好 很多人這樣 很多人從小歷史當科學家 我們拿諾貝爾醫學獎 化學獎 這邊再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統計 從20年前到現在 諾貝爾醫學獎 有將近一半以上是化學家拿的 欸醫學獎 所以你不要拿醫生 醫生拿不了化學獎的 好醫生 而且現在醫生那麼辛苦 重要有什麼錢 說要念什麼 要念化學 知道嗎 好就是工作很容易找 因為大家一聽到晚做毒品嘛 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食安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化學系 畢業學生一聽到晚都出去很容易找工作 就叫你分析 所以你等一下一個實驗就是分析的化學 分析的化學 所以容易找工作 然後這就講一個非常有名的歷史 就是我們心血管疾病的藥 它過去十年賺了一兆八千億的台幣 光一顆藥 一顆藥就賺那麼多錢 這也是我們化學家的貢獻 還有以後最熱門的 我們可以做見識科學 見識科學 見識科學是以後我們化學系 非常有名的出入的工作 因為這跟以前我留學歷免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是見識科學出去的 好 這張投影片不是 是要有機會教育 我們分析化學系 可以解決一些歷史的懸難 譬如說呢 這是光緒地 二十季初期發生一個 清朝發生一個非常有名的歷史 就是慈禧跟光緒呢 連著兩三天就駕崩了 去世了 那後來發現他服用了所謂的 所謂的P霜 對P霜 三氧化而生 這是P霜 那這P霜呢 它是個毒物 大家都知道是毒物 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 這是英文 藥物跟毒物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有個各位家長有一個要清楚的觀念 我下面的視頻話題在跟各位分享 任何東西都有毒性 縱使是水 如果呢 你今天喝的量 譬如說好幾 不要講好幾 二三十公升的水 你也會死亡 你今天呼吸氧氣 呼吸純氧也會死亡 就像飛行員在高空的時候 他不可能喝 不可能呼吸純氧 他也有關於氮氣 或者潛水敷呢 他進去什麼樣 進去潛水的時候 他浮上來的時候 他裡面也不是純氧氣的 純氧氣的狀況下 所以有一個觀念 任何物質都是有毒性 所以藥物學跟毒學 對它的差別是什麼 是劑量多過 你精劑量多就變毒物 劑量少就變藥物 任何東西都有毒性 就反過來 我做一個個個給大家 所以你常問我 吃這麼多東西 我會知道最近化學系很忙 不管你是學生專業 還是不是這個專業的 欸 學老師這東西有沒有毒啊 你叫我們怎麼回答 任何東西都有毒 你麵包一天到晚吃好幾頓 你也是有毒 所以呢 你知道嗎 適量 所以我們可能去避免 避免這個東西 毒物攝取過多 等級過多 這是我們具備的常識 具備的常識 天底下就是說 你要知道怎麼去避免吃 多吃這些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 身體可以排泄 排泄掉 所以你說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們要定出一個法規制度 有一個合理標準 聽你一下沒有什麼零減出的東西 那是因為避免不好才零減出 避免不好才零減出 避免不好 聽什麼東西可以減出 這中間有放射性物質 一定是有 為什麼真正不到 因為避免不好 等級一定已經發明了 那就是說 一樣 單調報紙的觀點 可以適量 但是你要多喝水 把這個B 而且盡量少接觸 少接觸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無毒的狀況一下 好 如下 換一下 好 那另外一個 比較熱門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做股物鑑定 這很大的市場 不再贅述 食品安全 我們講食品安全 今天的核心 我這樣好像有點壞 可以嗎 可以吧 周老師 我沒講太壞了 好 我還沒講 我還沒講 有很多時間讓他們Q&A Q&A 好好好 我們講食品安全 我們講核心 OK 我們先講一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來解決一個問題 請問混油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實混油說起來 真的是沒有問題 只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在化學角度 真的沒有問題 你們擔心了什麼 綿子油有綿芬 其實我在美國 待了七年到八年時間 我一天到晚吃綿子油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油脂比較便宜 柳學生都沒什麼錢 都比較便宜 那它真的可以用來做使用 是可以的 但是過程中就是說 如果你的綿子油裡面的油 沒有把這個綿芬去除掉 而且綿芬要吃很多 你一天大概要吃七十公斤的綿子油 一直累積二三十天 才會有副作用 才會有不用的那個反效果出來 所以那今天混油的第一個問題 混油其實欺騙消費者大眾 就是說你把一些劣質油賣高價了 就欺騙消費者認為說 好東西都已經比較貴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其實它吃了 在生理上有沒有害處呢 說實在如果化學角度在下 是沒有害處的 除非它這個混油裡面 有含綿芬的東西 但基本上先祭國家 賣給你的綿芬 其實都已經去除掉了 所以安心吃吧好安心吃吧 但是它的問題是在道德層面 它混油 但另外一個問題 就可能不要稍微嚴重一點 就是常常想要吃養生的東西 養生的東西 譬如說加一些綠色的東西 這位小朋友最喜歡無彩業的東西 等一下又告訴你 彩色粉圓 會做出彩色粉圓 好 這裡面色素呢 那人們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想要貪便宜嘛 因為成本什麼都是 Cost down Cost down 那怎麼辦 以前怎麼樣 以前做物業怎麼樣 很簡單嘛 把那菠菜跟那個麵粉 打在一起來做嘛 可是菠菜的那個 那個綠色色素 又不能放久 所以科學家很聰明 這是我化學家的厲害地方 結果把那殘寶寶呢 它吃下的糞便呢 裡面提出了葉粒素 葉粒素裡面最主要的金屬 叫做鎂 它把它換成銅 為什麼 因為銅換進去之後呢 可以讓這個顏色可以放很久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 譬如說你打 如果家裡做菜嘛 還有一個各位家長 如果你對化學區這麼有興趣 從小要培養小孩子煮飯 做菜 其實化學實驗其實就是煮飯做菜 我剛剛跟妳說妳講妳會煮菜嗎 不會 千萬不要煮化學系 會煮菜嗎 會 會一點點 歡迎考中央大學化學系 之後要找老師 要找我 對對對 如果覺得物理器不錯 就找我 煮老師那我每天也煮老師 好 對 好 所以呢 要學會怎麼煮飯 因為煮飯是一個感覺 什麼時候加研發 所以各位家長要放手 讓小孩子去煮飯 煮飯 但是一定要在旁邊 所以他為什麼叫統月利素 因為通常一般來講是美在裡面 你美什麼什麼 不知道 反正他又經過後面的修持 讓他這更穩定 所以他可以賣 賣到可能儲存一兩月 或一年 他還是綠色的 一下就可以混 你說他那個劑量 就還是回過頭來 任何東西有毒性 那這個東西因為法規還沒有定出來 所以到底吃多少量 人們都不知道 你只能說 既然研究報告還沒有說吃多少 那乾脆就不能加 那不能加成本就上來 可是現在消費者說希望 很便宜的東西 說現在怎麼辦 現在就加在那邊 好 等他自訂出來 譬如說同月利素要多少量 好 他就會自訂出來 那說可不可以吃 我們去講說如果真的想要 常常吃這兩生的麵 還是能去買鍋餐 跟麵粉夾在一起來做麵條 會不會這樣好 好 其實同吃太多了 會有副作用 好 副作用 好 就同月利素問題 好 又有一個問題出來了 動物油還是植物油不要好 天底下有1好就沒有2好 一定要知道這東西 天底下沒有好處都佔盡了 就像 我不能講說我太高 我不高 我又不能講說我太帥 也不行 因為我頭髮太少 我不能這樣講 所以好處都佔盡了 那我覺得我每次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戴帽子 因為今天我去修腳踏車 那個腳踏車的老闆說 欸 謝老師你為什麼買車燈 我說還需要車燈嗎 車一打的時候就知道我在那邊了 對不對 因為我頭髮蠻好用的 沒有需要買車燈 我只買尾燈 買尾燈 好 植物油好還是動物油好 這位媽媽你覺得植物油好 還是動物油好 直覺反應 大家被教育下來就說 植物油好 其實都是你上了老米的拳套 老米是全世界最壞的國家 真的壞破了 全世界最壞的國家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想要用植油 因為美國很多的黃豆 對 那我們為什麼會吃麵粉 其實我們已經吃吃米絲為主嘛 因為美國的之前三四十年前的時候 他透過這種援助呢 讓我們大家飲食習慣改變 其實飯真的是不錯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在我就要求學生 一個禮拜要三天晚上吃飯 兩天晚上才能吃麵食漢堡 好 回過頭來 所以其實沙拉油很便宜 所以是在美國這種 這種環境下 那沙拉油真的它有它的好處 就是它不容易在常溫下堆積嘛 所以我們心血管疾病就比較少 心血管疾病就比較少 那有個問題 難道豬油就不好嗎 豬油其實是非常好的東西 各位家長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在高油炸的時候 因為這跟化學結構有關係 這我就不再講 在高油炸的時候 用動物油 因為它耐高溫 在如果你要低油炒菜的時候 或者是要涼拌的時候 就用植物油 這兩個油滾充 為什麼呢 因為植物油不耐高溫 所以會常會裂解 會產生有毒的東西 有毒的東西 好 這是 這個另外一個題外話 這個故事可能大家 那個小朋友也聽不太懂 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叫反噬脂肪 好 反噬脂肪 這也是老美的 堅忌 為什麼 因為美國非常非常多的 黃豆油 剛剛講 黃豆油不耐高溫 對不對 那老美聰明啊 為什麼把黃豆油變成動物油 很簡單 那是化學結構的問題 我就有設法把它 黃豆那個黃豆變成什麼 變成動物油這樣子 因為動物油耐高溫 它去做一個 我們用化學名字叫氫化反應 就會產生一個 容易產生癌症的反噬脂肪 各位家長 任何的 所有現在油炸的東西 都有反噬脂肪 但是我們法規非常的鬆散 什麼 多少以下 就可以標示為一 你喜歡 你喜歡吃後面吐司嗎 哎 弟弟弟弟 喜歡吃後面吐司嗎 哎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土果醬那個 那個奶油那些東西 凡是跟奶油有關係的 基本上 奶油那個魯馬尼 黃色的 哎 那什麼是人工的呢 很不好意思 他把那個反噬脂肪 他的裂解過程中 不分反噬脂肪 裂解過程 加了紅蘿蔔酥 就變黃色了 所以你們認為是天然的牛油 不對 他是人工的 所以那些魯馬尼 特別是美國知道 沒得以後一生 絕對不要吃 美國因為非常不好的國家 自己要吃 自己炸豬油 炸豬油 好但是要有這個常識 什麼叫反噬脂肪 因為反噬脂肪 因為我們通常呢 我們人類只能代謝順勢 反噬容易造成星球管疾病 跟癌症 好癌症 這給家長稍微聽一下 然後呢 毒澱粉 很多東西要講 我只抓舉個例子講 毒澱粉 毒澱粉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毒澱粉 毒澱是怕加入這個東西 這個你們吃過糯米嗎 吃過糯米 你們吃過一般白米 為什麼糯米很Q 為什麼白米 不會Q呢 好 他就是說 利用這個加入這個 這個酸類呢 讓我們的什麼樣 例如說 我跟妳在一起 如果我們兩個拉在一起的話 是不容易可以拉開來 那誰負責把我們兩個手掀起來 就是我們的順丁吸二酸 好你跟那個弟弟不敢牽 那我把牽起來 那你們兩個都分不開了 懂嗎 那就是有彈性 有Q劑 對不對 那化學家就很聰明 那你澱粉要怎麼樣把它改造 譬如說我們這個澱粉 要怎麼改造 像糯米一樣 彈Q 它中間就夾著這東西 把這兩人拉起來 你是澱粉 他也是澱粉 拉起來 男生跟男生家有點噁心 對不起 大家多元家族 不能亂講話 對不起 多元家庭 我發現說我媽媽爸媽媽媽都絕對反對 家人不信 但是小孩子說無所謂 我的立場 那個正經怎麼講就怎麼說 套體跟會話 正經怎麼說就怎麼說 好 所以就利用了 等一下呢 管老師會帶你們 我們有一個天然 不是天然的 完全都合法的 食用了海藻膠 海藻酸納 加上一個離子 就會彈Q有勁的粉圓 還有什麼樣 還有你們常去蒸鮮的人 我沒有去吃過 什麼 蒸鮮裡面 那個什麼 鮭魚碗 你覺得15塊 鮭魚碗 你那麼便宜嗎 好 等一下 往上做出來給你看 什麼叫做鮭魚碗 彈Q有勁 而且好好吃喔 一盤接著一盤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是辦法把澱粉綁在一起 你把大家聽說大家很鬆散 大家手牽著手 那就會有一個彈性 好彈性 就是把這個 那順丁溪二川就是負責這個功能 負責這個功能 但是最有毒的東西 順丁溪二川 這東西真的不能吃太多 但是它有個好處 多喝水 它可以把它再解掉 再解掉 好 這個順丁溪二川 我看不懂 我也知道我也看不懂 等一下要做粉圓 再做粉圓 粉圓 大家做給大家聽 好 看看看 好 這個就沒有順丁溪二川 起雲幾 最後一個 我看是不是只有一個 還有三菌氣壓 好 再冷淡一下 李滴你要上廁所 冷淡一下 什麼叫起雲幾呢 起雲幾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常常遇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把這杯水 滴一個油 油跟水會什麼 分離 那起雲幾的時候 因為你常常看飲料 你們常常不會 因為我從小對這個科學很有興趣 因為我是在地的 我是評論國東畢業的 好 那個 我從小對這個科學很有興趣 就是說 為什麼 你看了飲料 這麼澄清呢 不可能的事情嘛 一定有其他物質滾 那為什麼那麼透明 它就是利用 利用這種叫 我們叫專業術語叫介面活性劑 因為你在配置這些東西 乳製品的時候 它一定有些東西不溶 那就設法讓它溶進去 形成一個 形成一個叫 喜歡水或不喜歡水的 譬如說你不喜歡這男生 我就設法 讓你喜歡他 怎麼辦 在外面包個東西 這叫做介面活性劑 你就撵上去了 它就溶解了 講水滷交融 這就是起雲劑的什麼樣 起雲劑的最大功效 講個白話一點說 所以我們很多的東西 就要必須要加這個介面活性劑 但是介面活性劑 最好的起雲劑 可能是來自於天然的油脂 它是用低層門的東西來混沖 所以這叫做 這叫做什麼呀 這叫做塑化劑 塑化劑是工業上可以很容易拿得到 它其實是一個介面活性劑 那你不溶的東西可以很溶性 所以你湯喝那個 喝那飲料 怎麼必須是茶的飲料 為什麼都沒有沉澱 其實是有 有學問在裡面 它放一些起雲劑 起雲劑 好 這塑化劑 這太多什麼方方塊塊 這個東西就不用那個 那最主要起雲劑很多是 就是持激素 就是可能發育會比較壞 或男生可能不孕 特別是有男生的家長 有男小孩子 特別這個 蠻困難的 所以早點結婚生小孩 好 三巨劑 三巨劑其實是 騙過一氣的一個方法 騙過一氣的方法 因為我們怎麼測牛奶裡面 我們回過來 這是老故事 我再花三次秒講 他如果騙過一氣說 你這含乳量很高 他就加入三巨性胺 這裡面的知識 我們底下來講 我們回過來講 最近毒牛奶的問題 毒牛奶這個問題 我們昨天還跟 跟化學系老師討論 毒牛奶這個問題 牛奶裡面有沒有那些東西 我相信是有 但是這個商作報導 最大的問題點是他做的實驗 非常非常的不嚴謹 非常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做法 譬如說講這個最簡單的東西 牛奶是什麼 是液體的 可是他用氣體的方法去分析 造成數據 站不住起來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那你問我 牛奶裡面有了什麼東西 當然有 為什麼 第一個 你們夏天要喝牛奶 要嘛 要嘛對不對 那夏天你知道 牛熱了 牛天氣溫度高了 你們講秘魯嗎 不想嘛 他人類還是全世界最聰明 而且最壞的 你不想秘魯 我就讓你秘魯啊 怎麼辦 打石基數嘛 打石基數就弄了以後 你要知道 你要滷牛的乳房 24小時 7-11 24小時 沒有休息 你就會不會發炎 發炎 那我更聰明 我沒有抗生素可以加 我讓你發炎嘛 這時候歐盟都有發生的事情啊 那你說他裡面有沒有看 那今天為什麼沒有剪出呢 那也許他滷製品在滷牛的代謝 讓他久一點 他會不會打 我不能說 因為我不是 我一想出去 這個直播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沒講 我沒講喔 這個直播 對不起 我說我推測 我依照生化 我推測 我推測 歐盟 我沒有說我台灣弱農喔 對不起 我沒有說台灣弱農 我推測 應該會有 石基數 那個 我推測 我推測喔 我沒有沒有那種不負責 我保育教育不負責 所以因為歐盟成績發生這樣的 所以牛奶怎麼辦 那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那現在只能要求 弱農在代謝完畢之後 才送到什麼樣 才送到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市場上 市場上 所以要法定要 要訂諸合理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真的講到大哥都不能喝牛奶 那怎麼辦 記憶的埋頭遊戲 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那牛奶 是可以喝啦 但是多喝水 所以我喝完牛奶 再喝水把它代謝掉 那麼不安全嗎 好 因為我真是不喜歡喝牛奶 好 我們先講第一個化學實驗 我們接下來就 先做化學實驗 這樣 我要先講原理嗎 好 我先講一下原理 拿一張紙給我 來 跟那個 綠紙 對 這支綠紙 好 這支綠紙 來 這張綠紙呢 跟你們家看的紙完全不一樣 好 這一張 這一盒裡面 這一盒裡面 有一百張 一百張嗎 這一盒 七八百塊 這一張紙 七塊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綠紙呢 你要確保 每一個部分的孔洞大小 都要養 這是一門技術 所以各位家長 一定我們以後的 所有的小孩子 未來一定要知識經濟 而不是跟人家做流重啊 你要他的錢 他要你的命 好 以前我最記得 我最記得我的學弟 在台西線都了五年 他一來就去美國念書 他就 有些 有一個學弟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台西線 你要知識呢 他就講一句名言 你要他的錢 他要你的命 好 那為什麼 我們就常常做一些代工呢 賺三趴四趴的東西 老美這個賺多少 已經百分之五十以上 好 為了我們下一代課 我們一定要努力 努力做知識經濟 好 把老美錢賺回來 好 這個東西 這怎麼樣 因為呢 任何東西呢 他都有喜好 好物 水 有些東西喜歡水 有些東西不喜歡水 那水地下這邊 他就往外擴散 好對不對 譬如說我喜歡這女生 你喜歡哪個女生 下個再跟我講 好 譬如說你要往外逃的時候 你一定把自己最喜歡的女生往外 牽他出去 我來逃命喔 同樣的道理 這水呢 往外擴散的時候呢 你會把那鹽料裡面 他喜歡的呢 會往外帶 比較不喜歡的呢 他就可能比較慢 好 譬如說假的比較漂亮 你喜歡的 你就拼命往外拉拉拉拉 拉很快 我要拉出去 所以他就蘊開的過程中 就會把那裡面怎麼樣 黑色墨水裡面 有三四個混合的混合物 把它拉開來 因為水對這三四種的喜好度不一樣 這就是沉吸法 英文叫做chromatography 好 這衍生出以後 所有的分離 就用這英文字叫沉吸 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利用溶劑呢 水呢 這溶劑 對裡面的鹽料的喜好 往外拉 因為你會擴散嘛 會一直往外過嘛 一直往外過 往外過的時候就一直往外跑 往外跑 我喜歡你 我就有大家的表情嘛 我不喜歡你就 就留在後面嘛 所以會有內一圈外一圈的關係 就是這樣分離出來 我們就利用著 簡單方法來分析 我們常常看似 非常黑色 單純的顏色的東西 其實它是混很多的鹽料 因為眼睛的視覺 全黑的東西弄不出來 要混其他東西 就像這張圖片 它還有其他紅色 其他銀色 等一下第一個實驗 就是做色成分析法 有兩個東西 一個龍 只有酒精嗎 還有水 就是水而已 水是最常看到的 你會很神奇看到 你看到黑色 它其實不是黑色 它是很多東西 就你看這一堆的 看似一張都是男生 其實有女生李光頭 類似這樣的道理 把它叫女生 好 接下來我們就交給 朱老師妳要接場嗎 好 我 妳分享一下 所以接下來是 我們管布林老師 要來帶我們做實驗 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你們今天 真的是賺到了 為什麼 一次兩個博士 如果我也加進去 就三個博士幫他服務 吳管道老師 其實是台師達來支援 我們這次的活動 我們今天任列掌聲歡迎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家長和同學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來帶大家做實驗 那在這實驗之前 這個實驗很有趣 因為這個從 我跟你講大概 從家長和小朋友 都有跟我一樣的經驗 譬如我小時候 我六十元的時候 爸爸早上要帶我去上學玩 然後下課媽媽接我回家 那回家的路上 難免有時候會下雨 那下雨的時候 就趁著媽媽走走走走 那有時候看到那柏柚路上面 會有那個彩虹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那當時小時候就問媽媽 那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沒有那個彩虹在地上 那媽媽當然就說 傻瓜 你那個下過雨之後不是有彩虹嗎 彩虹掉下來就是那個 那我當時小學 大家學的幼稚園就畫 他就非常的邏輯性 非常棒 所以一直覺得那個就是彩虹 但是後來當然知道說不是 那我們等一下做的時間 就跟這個很像 因為大家知道那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那個東西 彩虹 有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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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油嗎 應該是可能像 我的車比較老舊的話 可能機油會漏機油 它滴到地上 平常乾的時候就是一滴 但是一下雨的時候 它就會擴散 但是這個時候 矛盾點就有出來了 欸 油跟水不是骨龍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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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一回 為什麼 那個油碰到水會 變成彩虹 為什麼 有面張力 我不是有面張力 因為 因為 因為機油是個混合物嘛 它是混合物 它油跟水不互融沒有錯 但是跟西老師講的一樣 這個 這個機油裡面是很多種油 夾在裡面 這個油裡面一定有 比較喜歡水的油 還有很討厭水的油 那 想請問一下 它這樣一圈一圈擴散之後 最外圈是喜歡水還是不喜歡水 對吧 因為喜歡它水才會一直帶它往外過 所以第二圈就是第二喜歡水 第三圈一直推 最中心就是最不喜歡水 好 那反過來假設 假設一個狀況 天上下下來是油的話 它就會逆轉 本來是荒草和綠藍電子 它就會反過來 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化學家就利用這個方式來 分離東西 一個東西如果它 就是利用它對水 或是對油的幾號程度把它分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濾子 然後還會有那個墨水 墨水兩種 我們是用那個美國的派克墨水 派克墨水 因為它很神奇 它會 它你看到是藍色和黑色 但它其實不是純的藍色純的黑色 因為我是嫌 我是後來才選擇 去念博士版 我之前在觀音的那個有紅化學藍料廠做過 我是做藥的 他們是 主要是做藍料 但是我是醫藥實力處理的 那當時 我們那時候最難 聽他們講說最難做出來的顏色 就是黑色 當時我說啊 跟你們想到一樣 不是所有人都加在一起是黑色嗎 他說沒有沒有 黑色做得漂亮的話 那個非常困難 不是你想的 反正說你講的那種 其他什麼顏色 我覺得很困難 他們覺得很簡單 黑色 這漂亮黑色最難做 那等一下做的時候很簡單 每一個家產和小朋友都會有一個 一張綠子 然後還會有 一個這個 杯子 好 好 好 你可以看螢幕啊 看什麼操作 等一下這個 等一下那個杯子是空的啊 所以不用 現在是我們等一下有道具 所以先擺定 然後沒有綠子就把它架在中間 盡量就 鎮定 然後之後我們會有 好 謝謝 好 好 之後我們會有一杯公杯的水 然後 現在我們有那個 墨汁 幫我拿一個 墨汁 黑色的 或籃子都可以 好 那就很簡單 就拿筷子有兩端嘛 我們第一個 沾墨汁的時候 是用尖的這一段 好 尖的這一段 再 一點點就好 不要想說 哇很久了 很少來中央大學 老本 不用 真的不用 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比較漂亮 就輕輕點一下 再盡量在中間點一下就好了 好 再來 第二個是 這個水 好 然後再拿末端的 粗的這一段 沾一下水 它會有一滴下來 你就把它擺在中間 它就會 我電的比較醜 它會擴散 對 然後記得 我們不用 不用滴管的原因就是 因為之前很多小朋友在做的時候 他用滴管的話 一下 哇就整個下去 就死就爛掉了 我們希望做實驗的時候 不只是你的學到知識之外 小朋友的手能夠 很精準的操作 因為你才 做實驗 作為手腦並用 不要只想著 我姿勢懂了 但是手沒有辦法操作 因為我們 化學系的時候 最希望是 手能夠準定 然後再 滴一下 它就會擴散 就這樣慢慢滴 慢慢滴 沒有 啊 失敗 對不起 等一下 不用不用滴管 那正常來講 我們滴到後來會變 這樣子 但是 但是還沒 我們希望是能夠滴到完美 就是滴到整個 整張紙都沒有 沒有白色 到邊緣 到邊緣 到邊緣的時候就不要再滴了 因為它會跳海 它會跳到下面來 顏色真的會 所以就把它 然後就可以晾乾 就可以變成一個 書籤 對啊 就可以很漂亮 而且你會看得出來 這一張紙是 不要懷疑喔 這張是黑色墨水 你完全看不出任何一個黑色的原料 但是 它是黑色墨水 可以分離出來的 它裡面至少會有 如果你紙張夠大的話 我們以前做過 15公分的 這樣這張是11公分 如果15公分的話 大家可以 看出12個不同的顏色 如果你們現在做大概 至少可以分出7、8個 如果做仔細一點的話 我們就 來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請那個小組長 對不對 發材料 然後就開始 準備做 哪裡 你說 ree aut 他低的時候慢慢地 不要太彈 彈快 便慢慢地 要擴散完再直接 快滴滴滴滴滴滴 正凹滴滴滴滴滴滴 一定要立在中間 因為他要確定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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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才會討信 你不好以後啊 這邊會怎樣 這樣抓 這樣抓 所以 盡量不要過中間 那個小杯子 他要維持好 因為下個時間還要再用到 裝東西 他的筷子就是 可以盡量不要破壞 維持等一下下個時間可以再用 先開始 拿到所有票 你會聽低什麼 可能要 還在重新一次吧 現在我還有發 每一組 每一組會有兩 每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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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覺得 你想要 各地一體也可以 一小地藍 一小地黑的 讓他變成 粉色分成也可以 我是 都可以 但是 鋸人不要太大地 你要讓他有 深膽的空間 對 對啊 這個還要分啊 還沒還沒 等一下 他們不是會有多的杯子 就拿來當公杯來戰勝 你對 多的杯子是 大家分的贊 就是 我 不是 每一組都有 一來一黑 一來一黑 我有六十多 我請人家去 一來一黑 一只要再一組 再一點就好 別人 別人用 然後你是組長的話 他們那個 不是有多的杯子 再裝水 裝的清水 讓他們來戰勝 有 有多的小杯子 來裝清水 讓他們來戰勝 對 一個嗎 他們有多的嗎 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 可以坐在這裡嗎 可以坐在這裡嗎 有 這個有來組的嗎 有 來組的 來組的 這個都有 這一組咧 是 謝謝 好舒服喔 我們好多演的菜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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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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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要等他第一滴來,再滴第二滴 你小朋友就很急,就這麼多滴 大家提議,我們要滴的時候要慢慢滴,不要貪快 小朋友都會很急,他滴一滴,慢慢來 等他過散完,他已經有往外跑的時候再加第二滴 這樣慢慢,越慢分離效果越好 因為太急的話,他就跑得快 沒到最後,他們ания氣還要快 來,小朋友 noticed they ever hear 早上考慮了席 接著яз 公啊! año都猜不agara多그래 你自己吸進來 打進來 打進去那一關 那另外一關就是鮭魚卵 好 給我 最兩關嗎 好 等一下電話 等一下 快要好 我就跟我講 好 免體 先我學 我全部都 好 給我 對對對 還不夠嗎 可以可以可以 免體 他這個什麼 好 好 理事師這邊 哲襲 然後在哪 帶你去做這一個 別離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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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